鬼子正在吃饭 杨志华算好距离直接开炮 炮弹划着弧线掉进鬼子饭盆 几个鬼子愣了两秒 想转身已经来不及 轰的一声大米被炸成爆米花 鬼子也死伤一片 日军中左反应很快 马上下令排气炮进行反击 怎料炮弹射出去 杨志华已经将炮运上马车 和战士们跑到一边看戏 这边鬼子射得正嗨 杨志华决定加个料 让鬼子好好吃一顿早饭 舔弹拉拴 这边杨志华正在不断开炮 用一门意大利炮打出了坦克伤害 那边鬼子终于反应过来 开始用排气炮进行交锋 此时杨志华手里的炮弹仅剩一发 但他也同样发现了鬼子的弹药库 杨志华明白 只要炸了鬼子弹药库 这场仗就算赢了 眼看鬼子就要包围上来 杨志华让手下八路军先行撤退 随后开始一个人操作大炮 先是通过望远镜找到弹药库 再进行瞄准 最后一发入魂 用军阵地升起蘑菇云 鬼子也被炸得如同比赛跳高一般 鬼子恼羞成怒 开始集结重兵包围上来 杨志华让战士们带着炮车先离开 自己则拿着机枪阻击鬼子 眼看就要不敌 援军及时赶到 杨志华拿起机枪当场战力 对着鬼子就是几发 长点事 敌人一排排倒下 眼看胜利在望 春雷忍不住欢呼 春雷话音刚落 炮弹就在身后爆炸 正所谓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 杨志华很无奈 眼看就要胜利 如今却只能送春雷去医院 更让杨志华没想到的是 他这次立了大功 仅用十发炮弹就干掉了日军弹药库 本以为会有奖励 不料迎来的 竟是因抗命背叛的三天禁闭 此时的日军大本营里 只也胜难听完战后分析报告 当他得知中国军队里有一个用马车开炮的高手 立刻想到是杨志华 而此时的杨志华已经被386旅旅长陈庚 钦点为炮兵大队长 鬼子在八路军这边吃了亏 就准备在国军那里找回场子 尽管鬼子知道国军拥有几门150口径榴弹炮 但景田大佐认为 中国军队里根本没人懂得如何使用这种炮 然而景田话音刚落 下一命就被疯狂打脸 当杜清明得知鬼子正在坦克掩护下进攻阵地时 直接下令开炮 近一米长的炮弹被填入后膛 随着一声开炮 鬼子的阵地瞬间遍地开花 不但炸毁两辆日军坦克 就连鬼子也伤稳惨重 当杜清明得知鬼子没有撤退 反而进攻的更加凶猛 直接大呼过瘾 声称已经很久没打过这么爽的仗 果然有了杜清明手下重炮的支援 景田的部下根本冲不上去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到职业圣男 指责对方的炮火根本支援不到他 但职业圣男告诉他 国军炮兵阵地已经在射程之外 眼下只能暂时撤退 但景田认为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二截 职业圣男刚准备提醒他小心后路 哨兵就赶来报告 前线部队的后路已经被炮火截断 职业圣男下令 让自己的炮兵打出烟雾弹 护送前线士兵撤退 鬼子全线撤退后 一名情报人员声称 国军的炮兵指挥官名叫杜清明 职业圣男长叹一声 原来杜清明曾是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 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相遇 职业圣男很清楚杜清明的弱点 那就是骄傲轻敌 根据这一点 职业圣男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表面上进攻右翼 却在中途转换目标 等杜清明的炮兵阵地暴露后 职业圣男下令猛轰 此时杜清明刚收到杨志华情报 声称鬼子可能声东击西 就在他准备转移炮兵时 鬼子已经发起炮击 有心算无心 杜清明的所有重炮毁于一旦 由于这场失败 杜清明很可能被送往军事法庭 为了救下这个堂弟 杜清时想出妙招 他答应给杨志华四门迫击炮 外加200发炮弹 只需要杨志华同意 让杜清明去他那捉躲 合作很快达成 但杜清明晚晚没想到 他在第一天去八路军报告的路上 就遇见了一对偷袭的鬼子 经过杜清明开枪示警 而杜清明的腰子却被鬼子盯了一口 然而塞翁师马颜值非福 杜清明受了伤住进八路军医院 不想这里的医生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未婚妻李木兰 杜清明突然感觉 这次受伤直了 战场上失利的苦闷 以及在八路军这里遭受的种种不如意 全都一扫而空 辛苦战役爆发后 日军攻打八路军根据地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 杨志华和杜清明抛开个人恩怨 以及党派仇恨 二人来到炮兵阵地上 由于意大利炮射程太远 杨志华想出办法 让丁团长手下一连撤出阵地 等鬼子占了阵地进入射程后 就是他的收time 鬼子看到八路军撤退 下一秒果然中计 等高耀奇插上阵地 杨志华下令开炮 眼看鬼子被炸的苦蝶喊娘 景天大佐安拿不住 直接打电话给志野圣男 要求他停止看戏 打掉鬼子炮兵阵地 志野圣男经过计算 找到杨志华的大炮方位 下令让春木执行炮击任务 但鬼子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们调整炮口 准备轰击之时 杨志华手下的炮兵 已经开始转移 虽然被炸毁了意大利炮 但好在无人受伤 吃了门亏的杨志华 该如何对付志野圣男 炮神这个称呼 又是怎么来的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